北京时间9月1日,距离小赛季开展还有47天,休赛季虽然没有比赛,但是球员的动态还是牵动着大家的心。 在昨天的新闻中,火箭发动了新的交易,火箭和太阳完成了两换二交易,火箭的安德森加梅尔顿被送往太阳,太阳则将克里斯和乃特送往了火箭,就在今天火箭和太阳官方同时表达了对这个四人的感谢,并欢迎他们加入到新的球队中。 除此之外,就在今天联盟也诞生了三大消息源。 第一条消息是,去著名体育爆料大神WOJ曝出了最新消息,为了帮助火箭完成交易,安德森同意将自己的2019年到2020年的合同金额,降低到1560万。 2019年到2020赛季,安德森的原本合同为2100万,而1560万,正是耐特在2019到2020赛季将拿到的薪水。 而火箭方面,也传出消息,ESPN记者赵克洛维透露,他得到的消息是火箭不打算买断延期支付耐特的合同,这也意味着火箭将会留下耐特。 第二条消息原则是,前NBA球员阿泰斯特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了自己的公点,他认为要赛季的进入总决赛的球队将会是西部的胡人和东部的尼克斯,他认为胡人会拿到NBA总冠军,同时他认为尼克斯的球员布尔金吉斯会拿到NBA总冠军。 在发表了这个看法之后,他也在社交媒体上曝光了自己的付出时间,他将在2019年11月付出。 但是付出的状态,还不知道。 第三条消息原则是,詹姆斯的前队友JR史密斯,当地时间周五早上前往纽约的一处警察局就此事自首。 其因是JR史密斯在纽约夜店抢走了一位粉丝的手机,理由是有球迷想要和JR史密斯合影,但是JR史密斯拒绝了。 随后该球迷在远处偷拍了JR史密斯,JR随后发怒,将该球迷的手机扔到了附近一处工地。 于是该球迷报警,随后JR史密斯被指控犯刘清威的刑事破坏罪,将诸廷受审。